大家好,欢迎收看每天都有一本关于三十而立的文章 我将向您解释其中的精华 一个不甘顺从,但不得不屈从于这个世界的小角色的存在 三十,这是孔老夫子第一次提出的 也是他三十多岁时的生活状况的一种自我评估 关于他的意义,一直以来都有不同的解释 有些人说三十岁时可以从容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情况 也有人说,三十岁的时候就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当然,更多的人会认为三十岁就应该成家,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人 但不是,无论哪一种都是最适合圣人的 人生大部分人都是普通的小角色 三十多岁的时候,光靠自己的努力就很难做到 更不要说拥有一颗平静的心了 王二,三十二岁,在一所大学里做了一名老师 他想要移动房子,但是被分配到了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 他很想去国外,但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名额 他想要自由自在地过自己的生活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他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了这个世界 但是,王二天生喜欢自由 最讨厌的就是虚伪 他心中有一丝不甘 无法与之正面交锋 所以他选择了一种狡猾的方法 而其他人则是在调整自己 这部作品是从王二三十二岁的人生经历中截取出来的 经历了一段风趣的、有趣的、充满智慧的思索 其中包括王小波关于生存之道的精疲的介绍 值得细细品味 该书的作者王小波 1952年生于北京一位知识分子家庭 三反运动中 我的父亲被误认为是阶级的一己 家里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小波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16岁那年 王小波去了云南 在辛苦工作之后 他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 后来 他先后在山东插队 担任了一名普通的教师和工人 毕竟 人生苦短 1978年 王小波考入中国人民大学 1984年到美国学习 三年后 他获得了博士学位 1992年 王小波辞掉了他的工作 成为一名自由作家 直至世事 在此期间 他以自身的经验为基础 创作出了一批杰出的文学作品 其中包括黄金时代 并曾两度荣获华语文坛的大奖 台湾中篇小说奖 联合爆弃文学奖 但遗憾的是 尽管他的作品在国外的华人圈子里 有很大的影响力 然而 他希望能走进大陆的文学体系 却遭遇了空前的冷落 他获奖的长篇小说 《黄金时代》在北京经过了四五个出版社的辗转 因为没有正规的渠道 所以他们的销量并不好 只能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拥有自己的粉丝 他因其富有睿智和幽默而出名 1997年4月 45岁的王小波在北京病逝 他生前是孤独的 但在去世之后 他的作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所有的书都被出版社抢购一空 而且还在不断地畅销 书中的许多语句和名言 也是经久不衰的 好了 在简单介绍了 本书的基本知识和作者简介后 我们将会对本书的主要内容 进行详细的讲解 第一 王二这个混世魔王 为何会在成年之后 对着现实竖起一面白旗 第二点 就是要成为他人所期待的那个人 或者去做自己 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第三 梦想是一颗埋在心中的种子 一旦有了希望 它就会生根发芽 首先 我们要说的是第一件事 王二这个混世魔王 怎么会在成年之后 对着现实竖起了白旗 王二现今年32岁 是一所大学的微生物教授 那一天 他骑车去上班 看到这座宏伟的校门 他突然发现 自己的人生 简直是匪夷所思 王二从小就和他父亲生活在一起 他很调皮 他父亲总认为 他是个坏人 不会相信 他是个好孩子 所以对他的管教 都是用鞭子 用鞭子抽他的耳朵 其次 王二正的父亲提着他的耳朵 在空中转悠 他的母亲赶到 将他带走 他和母亲有个约定 第一 可以不去学校 但是每一次都要考90分 二 不准外出游玩 以防他人 看见三元可以随意使用 但要申报账目的 目的是合法的 从那以后 王二和母亲一起生活了三年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的身体状况也有所改变 他必须拥有 自己的私人空间 初中时 他考上了一所寄宿学校 并搬走了 在学校 王二就是典型的小混混 他会用一块板砖 砸向学生 让他们飞出一米开外 他会在学生们的追逐下 爬到高高的烟囱上 顶着狂风 对着教室里的人 破口大骂 他的名字将永远不会被遗漏 登上被批判的告示 而王二呢 却是被提了出来 而实验室的负责人 却是提早了四十分钟 来做实验 每一个成年人 都会回忆起自己的童年 无论成败 都会让人回味 甚至会怀疑 这是不是自己 王二的小弟弟许优 是许优的顶头上司 不过他一直都是个不靠谱的人 现在要上课了 房间里一片狼藉 到处都是一股难闻的味道 就像是一只被扔进烤炉里的许优 他没有捡起来 而是被扔进了烤炉里 王二把许优的运动鞋一丢 就开始做实验用的工具 还时不时地喊许优过来帮忙 许优毫不在意 赤裸着上身 做了几个芭蕾舞 这才慢吞吞地下了床 从实验室里走出来 帮着搬东西 快要下课的时候 校长来找王二 说他要去矿山学院 因为要出国的事情 党委没有批准 之所以不让他离开 是因为学校缺少老师 最重要的是 把王二这么个无赖放出来 实在是太丢人了 这两年里 王二每天都在工作 晚上和吕教授一起做研究 几乎是任劳任怨 十有八九是他干的 吕教授的学生 就是为了给他们提供一个 出国留学的机会 而王二则是美梦成空 王二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 一脸的愤怒 他一进实验室 就把怒火撒在了许优身上 最后 他们吵了一架 把许优给气走了 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实验室中 王二忽然有一种想死的冲动 他一直看不起那些 因为没有资格当讲师 或者出国的事情 被取消而发脾气的人 认为他们的行为 实在是太卑鄙了 没想到自己也会变成这样 一念即此 王二顿时有一种西藏折磨人的感觉 将人包在湿漉漉的牛皮里 让他在太阳底下暴晒 一旦牛皮变得干燥 人就会失去控制 从里面跳出来 人一天天老 这大概也是人生的法则吧 工作 吃饭 排泄 或许在牛皮的间隙中 还有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 那就是想要升职 想要去国外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点奢望却没有了 诸神就变得不一样了 王二下班后 心中的怒火还没有发泄出来 他需要一个人倾诉 许优是他的好友 但他没有耐心 妻子也是一样 他看着她 就会牢到个没完 让她更郁闷 王二走出学校 在大街上闲逛 在小转林的初恋女友家里 遇到了小转林 王二从车上下来 打了声招呼 小转林说到一半就开始抽气 哭完之后 他让王二陪着自己出去吃晚饭 这家新餐馆的价格很高 而且味道也不好 乔传林一副指高气扬的样子 点了一大堆菜 两人慢慢吃饭 边吃边说 小转林说自己离婚了 还说自己以前经常看孩子的文章 王二回忆着自己的论文 回忆着自己在知青点度过的那个寒冬 自己一个人留在了男生寝室 小转林也跟着住了进来 两人就像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一起度过了一个温暖的寒冬 他从镇上搬走了 小转林在一堆书里翻阅着 因为要翻阅词典 所以他的阅读速度很慢 经常会缠着王二 让他给自己讲故事 那年冬天过去 王二和小转林回家的时候 大雪纷飞 道路上一片安静 王二想起了迪卡尔的那句话 他的内心充满了欲望 他想要去爱 去承担责任 去珍惜现在的日子 看到小转林跟他在一起 他就想要保护他 想要占有他 不过小转林是他的 谁也抢不走 他说他要王二当他的朋友 他愿意当他的妻子 只要能和他在一起 王二感觉很受伤 对他说 他将和他永远保持有益 不过 他还是希望小转林能 找到一个愿意当他妻子的人 而不是愿意当他的妻子 然后他们就分开了 这就是初恋的感觉 必须是纯洁的 不管是黑的还是白的 都不能有任何的区别 不是最纯粹的爱 就算再怎么不舍 也会放弃 一转身 两个世界多年过去了 他的心却在这一刻 变得清晰起来 酒楼要打烊了 小转林和王也没聊够 便跟着走了 小转林一家人 依旧在庭院中饮酒聊天 直到日落西山 孩子站起来要走 小转林欲哭无泪 但还是强忍住了 说有时间经常来看我 王二匆匆离去 王二和小转林之间的感情 在那个时候 很多人都经历过 那个时候 他们都很年轻 很天真 很疯狂 但是他们还不知道爱情 最后 两人的爱情 以失败告终 若干年后 或许有一日 两人相遇 依旧是惊涛骇浪 但是 再后悔 再后悔 又有什么关系 再也回不来了 就拿小转林来说 他顶多和王二一起吃饭 一起散步 聊到深夜 但最终 他还是看着王二走了 王二回到家里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 接下来 就是审讯的剧情了 王二和妻子从来没有撒谎 全都交代了 最后妻子和王二吵了一晚上 王二一晚上都睡不着觉 第二天 会议结束后 他累得在地上爬来爬去 校长再也忍不住了 身体成了国王 二是他不能出国 所以想要惩罚王二 于是 王二把自己脖子上的那封信拿出来 让校长看看 最后 校长也是哭笑不得 直接让人把王二给放了回去 第二天 王二给校长送来了一份报告 王二插科混日子 满嘴胡言乱语 校长奈何不了他 只好大谈感情 王二可不会上当 直接把房子给拆了 他说 他的同学刚从另一个单位毕业 就分配了一套房子 结果他写了一份报告 发现地下室阴暗潮湿 只能种蘑菇 王二虽然嘴上说着自己是个智障 但好歹也是个灵长墓 不能像君早那样被对待 校长劝不住 只好把话转到危险的地方 告诉王二 要是他执意要调走 他就把这件事记在心里 比如他们有反动的思想 有坏的道德 就必须服从 保证要上政治课 和同学们谈心 不要发表反动的意见 末了 他不解地问道 校长为什么要针对我 校长终于说出了实情 你跟他说 尽管他有问题 但是他很有能力 很有能力 王二很感动 小校长对他很好 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让他成为了生物系的系主任 他把研究课题的奖励都交给了他 他觉得自己 应该好好感谢一下校长 这天早上 王二领着同学们在交种场 植物园里转了一圈 遇到了刘二 当初刘二穷半夜去偷别人的干水 被人骂得狗血淋头 如今却是一身西服 白衬衣 戴着一枚粗大的金戒指 如果王二猜是去找师傅的话 他一定会大吃一惊 王二竟然成了老师 还在给学生们上课 王二突然对自己的虚伪产生了厌恶 回到家里 回想起小时候和林子在一起的日子 两个人在钻高粱定他读他的诗 林子一听 吓了一跳 一把将他推倒在地 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首诗 那时 他认为人人都是自己的诗人 一个人可以尽情地投入创作 创作出自己的诗歌 这是何等的美妙 事实上 人人都希望成为自己 向往自己所向往的人生 但是真正想要的人生 却没有几个人能够说得清楚 所以 他就这样浑浑噩噩地度过了 没有什么好运气的 王二的不幸就是 他明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 却偏偏要压制自己的本性 去接受这个世界的现实 好吧 以上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件事 王二从小就是个混世魔王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再加上校长对他的重视 他不得不收敛自己的本性 哪怕是在人生的不公面前 他也只能和校长斗嘴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 要成为他人所希望的那个人 还是要去做自己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王二奈不过母亲的劝说 再次回家却被母亲的一番话气得几乎中风 原来他妈是从转龄那里偷来的 而且还抄录了一份 而他认为写诗是自己的私事 只有自己的女人可以读 从母亲那里回来之后 王二决定不写诗了 他要像父亲那样 用自己的方式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 不过第二天他就开始了 趁着执舟的时间 自己动手收拾了一下 然后把洗手间的马桶刷得干干净净 可以当镜子 还用红色的大字做了一个大大的标志 生灵是庄重的请大猪和小猪下御盘 花镜无缘客扫棚门 今日未均开 结果那天 高教局要去学校视察 校长着急地跳起来 下令把横幅刷掉 果不其然 王二再次受到了校长的一顿臭骂 王二不允许他开玩笑 心中咒骂他们虚伪 下一节课 小家伙在课堂上表现的异常努力 他的动作和表情都很夸张 甚至有同学打来电话 让医生帮他测量一下温度 王二觉得做人很困难 他很想回家 但又觉得自己下了很大的决心 才坚持了半天 实在是有点尴尬 于是他花了很长时间 才回到了学校 下午又是一堂关于高烧的课 王二一本正经地给他们上了一堂道德课 顺便还纠正了一下班里的风气 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出了一口恶气 直到所有的同学都乖乖听话 王二才放下心来 询问他们为何要和自己的老师作对 这才发现许优和王二之间的玩笑 被学校的保安主任老乔给听见了 断章取义 说王二的行为有问题 很有可能是在外面拈花惹草 王二被老姚给气坏了 他去找了校长 说要给老姚一个教训 但校长说 老姚前前天晚上也受了伤 老姚的老婆一个人在外面蹦蹦跳跳 她就住在医院里 王二自然是拒绝的 校长用停职和国外优先考虑的理由来引诱她 王二打定主意 要好好学习 也只能感叹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和同学们胡说八道 顺便收拾一下老姚的烂摊子 吃完饭就回了医院 王二到了医院也没找到老姚 问了好久 得知老姚因为没事 就被分到了急诊科 没轮到她看病 急诊室里的场景很恐怖 天花板上的灯是紫色的 照亮了下面的病人 就像是一具具尸体 房间里到处都是粪便 到处都是腐烂的血肉 到处都是苹果的味道 让人闻之欲偶 患者的呻吟声 倒气声 大小 变声混杂在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 王二突然想起了 李斯的一句话 人之不孝 必有其表 李斯说有两类鼠类 一类居于官仓 衣食无忧 如神仙般的生活 还有一种人 就是在毛坑里吃食 不说别人 还被吓得哇哇大叫 这是一种悲惨的生活 从这一点上来说 人类也能过得很好 但如果是在仓鼠中 那就是被关在笼子里的老鼠 急诊室里的环境 和洗手间差不多 王二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念头 他已经老了 要么就是病入膏肓 却要留在这里 听着恶毒的声音 既不能生 也不能死 当真是世间最痛苦的事情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他成功了 住进了高级军官的病房 被化妆成漂亮的护士照顾 然后死去 护士们把他翻过来 用一大堆棉花 塞到他的办公桌上 使他看起来很有气势 参加纪念仪式 实际上 他们都是被人控制的 但又有什么不同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 王二想起了死亡和永恒 他感到自己已经超过了耗子 他不再渴望仓库 他宁愿被五花大绑 吊在大街上 他要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飞升到天堂 这是一种鲜血的荣耀 他想起了33年以前 他从父亲那里逃了出去 从一个微生物变成了一个巨人 但现在 他们却要为自己的生命而战 为的就是争夺自己的名声 或者说 就是在争夺自己的长子 王二在故事的结尾说 他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 如果真的需要 他完全可以在临死前 把棉球塞进自己的身体里 等着自己死去 人活到最后都是要死的 是老姚那样拼命地活下去 还是要像一个骑士那样 坦然地面对一切 保持自己的尊严 做一个诚实的人 这也是我们大家面临的一个问题 好了 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件事 王二下定决心要好好做人 为此他打扫卫生间 努力教同学 照顾和自己格格不入的老羊 但在西院 他的想法却发生了变化 接下来 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要点了 梦想是一颗埋在心中的种子 一旦有了希望 它就会萌发 王二当知青时 一夜无眠 想起了笛卡尔的名言 于是我就站了起来 进行了笛卡尔式的思考 如果笛卡尔是王二的话 他就不会思考了 如果唐吉赫德是王二 他就不会玩风车了 王二不在 王二也不在 大部分人也不在 王二既然在 就必须要活着 但王二所在的这个世界 却没有这样的清晰 所以很难生存下去 这句话其实就是在说 大部分人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 才会把自己的性格消磨掉 因此看上去都差不多 王二就以凡人为例 帝王是人 帝王就是神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人中有一死 帝王亦有亡 问题在于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推理 究竟谁才是正确的 结果是 要想活下去 你得说皇上万岁 要想对真相表示尊敬 你必须说 帝王也要死去 从这一点来看 这个世界有两种系统 一种是为了生存 另一种是为了生存 所以 所有的问题 都有两种可能 那就是虚伪 当然 这并没有结束 王二说 从虚伪开始 所有人都要进化 进化得更容易一些 比如大脑中有一个开关 可以让人在第一时间做出决定 若涉及到武功 就将电闸一到一旁 高呼皇上万岁 如果涉及到逻辑 那就从大前提和小前提出发 得出皇帝已经死了 但也正因为如此 它并不是每次都能发挥作用 有时候做不好 就会出错 而神却可以进化得更复杂 更高级 就是通过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思考 最终在自己的脑海中 构建出一种新的理论 简单来说 他们可以很诚恳地 说出自己的皇帝陛下都会死 而且还会觉得 这两件事情没有任何冲突 这是一条很好的道路 如果能走到这一步 那就是一条很好的道路 但王二不喜欢他 要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中去 小时候 他曾在秋天散步回家 路上到处都是高大的白羊 一阵风吹来 树叶就像下了一场金色的雨 在这种大路上 他独自一人行走时 突然感到自己要一头栽进蔚蓝的天空 落叶像是天堂的黄金之门 刹那间 他从痛苦中挣脱出来 回归到了自己 他认为存在的意义何在 他真的很美丽 很有诗情画意 很有意思 他身上充满了勃勃生机 春天 青草是真的 一阵风吹来 他就会发情 他们没有任何目的 也不会向任何人展示 这就是生命 为了自己的名声 任何好处都是浮云 因为没有了个人 一切利益都会随之消失 很显然 在这本书中 有两种人 一种是自由派 一种是小转龄的母亲 他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从不在意任何正道 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另一种则是学术派 他们的父亲和校长都是学生 他们不仅要争第一 还要遵守规则 还要把王二改造成一个正直的人 王二在年轻的时候 就是一个很开放的人 他当时是全心全意地说 为了生存 他要以一种真正的方式 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像迪卡尔那样去思考 要像唐吉赫德那样去抨击风车 他想要像一匹青草和一匹骏马一样 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最好 而不是在别人面前装模作样 少年时 总有一种豪迈的感觉 认为自己 可以和这世上的一切虚伪做斗争 不愿与现实为伍 但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王二32岁的时候就被现实打败了 为了得到校长的赏识 为了能有一栋大房子 为了升职 为了出国 他克制着自己 接受了现实 他可以和同学们说说笑笑 然后给院长赔礼道歉 然后再把老杨送到医院 然而 王二尽管尽力 表现得像个老实人 尽力过着顺其自然的生活 但他骨子里却是个自由武士 就像王小波的一头野猪 他不喜欢被人安排的人生 所以 在医院的时候 他就觉得 一个人 总有一天会死 为了证明自己的正义感 而去做一件虚伪的事情 并不值得 所以 他再次决定无视世俗的看法 重新做人 这是大部分人的生活方式 年轻的时候 要有远行 为了自己的梦想 他可以一往无前 但是 他们已经到了中年 要付房贷 要还车贷 要养家糊口 但是 梦想是一颗扎根 在他内心深处的种子 在适当的情况下 他会生根发芽 他会疯狂地生长 这就是梦想的力量 这是我要告诉你的第三件事 梦想是一颗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种子 只要有机会 他就会生根发芽 好了 今天的事情就到这里吧 以下是对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些简短的总结 首先来说说王二 他从小就很顽皮 完全就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混世魔王 但是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作为老师 又被校长看重 他只能克制自己的本性 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 用水来表示 对生活的不公正对待 人就是如此 一旦有了顾虑 就会屈服于现实 其次 我们谈到王二 李想要成为一个正直的人 为此 他打扫卫生间 努力学习 屈从于校长 照顾和他有过冲突的老姚 但在内心深处 他却鄙视自己的所作所为 在医院里 面对着一个人的死亡 他依然保持着一种高贵的气质 最后我们谈到王二 要过一种真正有诗意的 高尚的人生 然而 人到了中年 面对现实 他还是输了 但他骨子里的与众不同 让他看不起自己的臣服 失去记忆的世界 是王二一辈子都想要的东西 那是一颗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种子 在适当的情况下 他会生根发芽 最后 王小波用自己的作品 表达了自己的求生心态 他要走一条与世俗格格不入的 智慧和趣味的生活